2022年,Big 4机构公布了各自的演唱会阵容 其中,防弹少年团,Lad Baby,Izzy,Chara都已确定日期引发全球粉丝的期待 2月23日,Hyper还宣布了防弹少年团世界巡回演唱会的额外日期 称BTS Promotion to Dance on Stage 拉斯维加斯将于4月8日至9日和4月15日至16日在拉斯维加斯举行演唱会 继他们之后,Savon Team也将于3月25日至27日举行他们的第六次粉丝见面会 该活动将通过Lad Baby在线下和在线举行 此外,Chara也不称,TST和M本也将举行出道以来的首次线下演唱会 细节尚未公布 阿萨姆娱乐方面,在3月回归之前 Lad Baby还宣布了3月9日至10日的特别现场演唱会 5月NCD27将开启他们的日本巡演 GYP方面,2月19日,GYP娱乐公布了一集将于4月举行的线上线下首次正式粉丝见面会 它原定于2月举行,但由于新冠而推迟 另一方面,TST成员目前正在美国继续他们的第四次世界巡回演唱会 外之方面,Winner 2022演唱会将于4月30日和5月1日 在首尔奥林匹克公园一趟拉开帷幕 千组和Chara也将在4月,体验他们的首次演唱会 也将在同一场地举行两天 这么多演出,确实让我们值得期待 爱到寒舍,每日谁说我最新韩语 欢迎点赞和订阅哦